老话说,黑化强识被喜白若三分 奥特曼中不少高人气的奥特曼都曾出现过黑化个体 但你是否想过黑化个体的实力与本体之间谁更强呢? 本期阿泽就带着大家掰扯掰扯 首先第一个,黑暗狄家 vs狄家 与别的黑化奥不同,黑暗狄家并不是狄家黑化战染上的形态 而是狄家漫长历史中的一部分阶段 同时也是当时最强的超古代战士 但在后来,黑暗狄家被幽怜感化,选择弃暗投兵 先后夺取了其他三位黑暗狄人的黑暗力量将其转化为光明 并把他们封印在了陆陆耶的遗迹中 不过别看黑暗狄家的设定相当牛逼 但实战表现却是一言难尽啊 首先由于大古的心中存有光明 因此他所变成的黑狄只能发挥出一半的力量 在与达拉姆的战斗中更是被全程碾压 最后还是靠吸收了达拉姆的必杀之后 这才阴差阳错了便为了龙卷狄家 将达拉姆有心无险地击杀 相比之下 通为大古变身的常态迪迦 无论是设定还是表现 都是远超黑帝几条街的存在 别的不说单就一个丝滑的形态转换 就和黑帝学一辈子了 在一些设定中 更是将大古称作是最适配迪迦的变身者 所以这二者之间谁强谁弱 相比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吧 第二个黑暗初代赛门 VS本体初代赛门 在银河奥特曼中 美林的父亲石栋成一郎 在大卡尔姓人的恐惑之下 使用了黑暗虚拟火花 实体化为黑暗初代和黑暗赛门 参与了对抗银河的战斗 但由于石栋成一郎的邪恶之心 初代赛门也变成了黑色状态 在于火花人后是没有自主意识的 所以黑暗初代和黑暗赛门 虽然是由石栋成一郎的本体意识操作 虽然首次的实体化变身 但石栋成一郎的水平还是相当之高的 甚至首战对阵后山战神迎合时 也能稳稳占据下风 而且对比原版来说 石栋成一郎的打法可谓是大开大合 招招都是下死守 可谓是集实战羞辱 偷袭三位一体了 而且在必要的时候 石栋成一郎还会通过挟持人质 来达到攻击对手的目的 相比之下 本体初代赛门的战斗方式 就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 或许是因为正义英雄的身份 所以初代和赛门战斗的时候 往往都是在正面战中 以硬实力取胜 并不会使用一些下散烂的手段 这可以导致在一些情况中 遭到对手的压制了 因此综合看下来 在技能和技术数据相差无几的情况下 石栋成一郎实体化的黑暗初代和黑暗赛门 实力大概率是要超过本尊的 第三个 黑暗赛罗vs赛罗 黑暗赛罗首次登场于超级赛罗格斗中 是贝利亚强行夺舍了赛罗的肉体后变身的全新形态 号称拥有宇宙最强的肉体和宇宙最恶的灵魂 全世界上家也被沾染了贝利亚的花纹 在与赛罗姐妹对交手的过程中 用近乎屠杀的手法将所有人残忍的杀害 残暴程度相比起赛罗来说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爱你来说 此时的黑暗赛罗不说天下无敌的吧 也可以说是难以战胜了 可他偏偏手残 打算取枪一旁的皮股萌出现 话重点啊 皮股萌 毫不夸张的说 皮股萌至于赛罗 那就相当于泰罗至于银河一样 都是亲爹级别的存在 那和在找死又有什么区别 结果自然是不出所料 赛罗强势觉醒光辉形态 轻松变将贝利亚赶出了自己的身体 其实看到这儿 谁想谁弱 可谓是一目了然了 黑暗赛罗虽然很强 但无论是肉体还是技能 都只是继承常态的赛罗而已 贝利亚再加入 冲起来就是放大了恶的一面 对于整体实力的提升 还是非常有限的 而赛罗作为远古轻儿子 本身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后续的剧情中 更是解锁了一个又一个强化形态 所以如果真有一天 这俩能碰一下子的话 想必黑暗赛罗会被赛罗无情碾压 第四个 黑特vs特里加 与上面提到的黑体相同 黑特同样是特里加的一个阶段 但不同的是 黑票在多年之后 以绘图转身的方式 来到了伊格尼斯的体内 竟然让黑特和特里加之间 有过不少直接交手的记录 而从这些上战斗来看 黑特与常态特的实力 可谓是处在伯仲之间 数次交手都没能分出明确的胜负 不过这些都是建立在常态特的基础上 如果剑物掏出了闪耀永恒形态 那么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估计也就只剩被吊打的份儿了吧 第十二集 闪特初次登场时 在还没能完全掌握永恒核心力量的情况下 就已经具备吊打黑特的实力了 因此综合看下来的话 黑特与常态特之间的实力相差 但闪特明显要强过黑特 第五个 扎机VS诺亚 好家伙这组更是重量级啊 按理说扎机是完全没有 体格和诺亚放在一起比较的 但其在设定上 又是以诺亚为原型制造的生物 并且外边更是除了诺亚之一之外 其余和诺亚几乎是一模一样 而他的对手诺亚 则是奥特曼实力的四大天王板 之一各项数据都是奥特曼中最紧间的存在 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这个实力阶层的奥特曼 数据什么的 只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 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技能 才是这帮神棍的终极大杀器 别说一个扎机了 哪怕十个扎机一起上 也未能破得了诺亚的防啊 毫无夸张的说 黑眼扎机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 小米就是拿来和诺亚比较了吧 第六个 贝老白VS贝老黑 贝利亚可谓是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叫黑化强识被洗白若三分 早期的贝利亚虽然站立顶尖 但却在各方面都被好兄弟奥夫尾压了一头 就跟自己喜欢的妹子也都被奥夫当面牛头人 种种挫折的打击之下 贝利亚还是破防了 于是他偷偷潜入了光之国内部 打算盗取等粒子火花 以获得超越奥夫的力量 可惜想象很没搞 但现实却很骨感 贝利亚被等粒子火花的力量反噬 最终被奥夫等人驱逐出了光之国 在宇宙中流浪的贝利亚 意外碰上了雷布朗罗星人 但被其强行复胜后 贝老白正式转变为了贝老黑 与从前那个窝囊费完成的切割 从此平步轻云 战力大增 甚至还打出过团灭光之国 这样前无无人后无来者的壮举 要知道这一操作 不管是安培拉星人 还是小尖人塔埃塔卢斯都未曾做到 之后的共识中 更是解锁了各种各样的强化形态 成为了全宇宙中最臭名昭著的反派 虽然最终惨遭自己亲儿子杰德首刃 但贝老黑的实力 毫无疑问是要强于贝老白太多了 好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知道哪些黑化强于本体的角色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